2023年3月12号星期日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股邦 A股下周策略会 好 按照惯例 我先亮明观点 我的观点是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短线顶背离调整 重点看好首宗的各国 不破五日线持股待涨 破了减磅 出来的资金找那些低位有拐点的 我们既不参与下跌的调整 又能参与到新题材 新热点 不被市场边缘化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看别人赚钱 比自己亏钱还难受呢 大家理解就行 那我的观点是怎么来的呢 来 我们先看一组数据 通过这个能量表格图 两次成交量4.17万亿 稍显缩小 上证指数跌了2.95 创业板还跌了2.15 涨跌加速比非常难看 全周只有1000家上涨 有3800将近3900家下跌 超涨10%的只有90只 而上一周是有139只呢 跌超过10%的有92只 那上涨超过6%的只有191家 下跌6%的有627家 这些数据比上一周通通的下降 所以动能指标向下 这个就是能量表格图显示 动能指标向下 分歧加大 短线看震荡整理 中线看有投资价值 那好 中线看有投资价值 关键就是得看好自己手里的品种 如果手里的品种不跌破五日线 不要卖费了 持股待涨 人家抬轿 咱们做 这个赚钱很好的 如果跌破五日线 得减半 出来的资金 找那种有拐点的 就像这样 比方说 它下来了 那么得有拐点呢 下来之后有拐点 这里带个箭头 有拐点的东西 那样我们参与上 能保证不参与下跌的调整 同时新热点 新提残 还不给咱们落下 这个就叫 不被市场边缘化 那我们再从消息方面来说说 首先几大消息啊 像通胀啊 就是美联储加息 地缘方面 俄乌 还有巴以等等啊 现在虽然有一个地方已经解决了 被咱们中国人给解决了 沙特和伊朗 这不解决了吗 这个咱们是个好事 不像一般的 还给那龙火的 再有就是口罩 三年结束了 全面复苏 再有一个最大的 就是欲退市这一类的 尤其有人在操操 拖什么沟 治什么财 我们我们中企啊 现在大洋彼岸 对咱们现在非常内耕 所以它还在发酵当中的时候 我们非常注意的这些 那么国际上 首先就是乌 现在说 接到了首批 这个爱国者倒什么蛋 抵达了乌啊 这不就是龙火吗 那再说重点的 这个美大洋彼岸的一个大银行 一个银行 硅谷银行倒闭了 它现在已经出现了挤兑 并且有可能演绎到 放开那种面啊 可能能连到十多家的银行 所以呢 这个问题还在发酵当中 再有就是美联储加息 预期在升温 有的说是6%甚至更高 受此影响 大洋彼岸隔夜的 它们都跌了不少 包括欧洲也跌了不少 再说我们国内的方面 央行2月份的涉容增量 3.16万亿 贷款增量 1.8亿万亿 而且广义货币 就是M2余额 270多万亿 这些数据都不错 那再说重磅的 我们国家组建 就是金融监管总局 而且证监会 现在又划归到 这个国务院直属了 再说科技部从主 要推动新型举国 这个体制 厉害了啊 再说我们组建 国家数据局 数据要干嘛 叫推进我们数字中国 数字经济 和数字社会的 一种规划和建设 那再说工信部 加快六计的迭代 再说住建部 让老百姓 说群众放心购房 而且安心住房 那对于房地产呢 现在有一个叫 四五六的概括 四是什么 就是房地产 占银行信贷的 百分之四十 这个格啊 大家要掐住 然后土地 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百分之五十 也要看好 那么百分之五十 以前是很多的 现在控制到这了 再有占居民财富的 百分之六十 这不就四五六吗 不过从百分之六十 这个我们再推啊 这个好像有点难啊 因为你看以上海买房 那都是几代人凑的钱 而且还得带着款 才能买一套房 大家要懂啊 这个恐怕有点那个 那再说 股权融资方面的 正在政策性的扩为 而且要促进 房地产这个叫良性循环 股权融资为了啥呀 就是要房企 能够到银行拿得到钱 尤其是有很多商用地产的啊 商用地产 现在从地标那种建筑的 他们也有股权融资的 就这个很大的实惠 那再说 杨美教会 现在开展为期六个月的 对不法贷款的 中介处理专项行动 为的是什么 因为近期一些个 比较低成本的叫经营贷 正在置换成房贷 这种操作 那么大家说 这房地产本来把钱给拐过来了啊 拐进你的钱 本来就挺难了 现在治理是不是还要难 对呀 房地产还很难 大家要注意这个关注 好 再说连同 现在要把自己的间接控股子公司 翻拆上市到科创板 所以现在这个大戏拉开了 什么大戏 国企改革 央企整合 正在提速 这个不是一加一的问题了 现在是一加一不大于二吗 更主要的还有一些个叫跨界 跨界要明白 有一个很大的神车 他不算生产自己的车 他还欣赏生产什么新能源类的东西呢 这个叫跨界 大家注意 为什么前些天 包括这一大阶段 这个央企改革 还有说的这些个大中字头 长得那么好 都有关系 那现在经济的三驾马车 说的就是消费 出口和这个我们投资 消费呢 现在已经正在加快复苏 三年疫情后正在加快 出口方面 我们现在两批 已经对60个国家 我们开放这种旅游团 啥意思 第一批开放20 上周又开放了第二批40 马上还要开第三批 可能更多啊 现在是60国家 同时外面对咱也开放啊 你像大洋比安美 已经宣布 对我们国家的旅客 新冠检测放开 这个要知道 我们民间交流有了 那么出口就不是什么问题 你得来回让人家来回走啊 这样来讲 你才能啊 不都出去叫抢单吗 那再说投资 各地现在都超前发力啊 一二月份投资力度 一个比一个大 具体的数字 我就不公布了 总之 这个位置 投资很大 那么综上所述 我的观点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短线 顶背离 调整 那重点看好自己手里的品种 不破五日线 被抬轿着 别下车 那人家抬 咱们获利很好 别被甩下来 一旦破了五日线 减棒 出来的资金 找那种低位的 拐点出现的标的 这就叫 既不参与下跌的调整 又能参与到新题材 新热点 别被市场边缘化 好 我们从技术方面再讲一讲 首先我们看技术方面的周线图啊 这个是日线图 日线图一会儿再看 我们通过这张周线图来反映一下 周线图放大一些 大家看 前年12月的13号这一天 出现了高点 3703附近 出现了周线级别的下跌 然后建出了一个双底形态 从这个位置 就是去年的11月份 开始周线级别的上涨 这个就是现在的上涨趋势 没有破 那么这个上涨趋势 已经突破了周线级别 这个叫反压趋势线 上周收盘价收在3230点 大家说这不是下跌了吗 而且收了这么一根大光九阴线 这怎么能说上涨趋势还在呢 你看呢 这个上涨趋势这不还在吗 我们在上个周五的时候 早间给大家做了一个早播报 早播报是这样说 如果周五收盘价 在3260点67下方 序列失效 所以放大一点 你看这个位置可没有序列呀 什么数字也没有 不像这儿 这儿都有第一九的序列 原来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高八序列 那收在3260点67下方 这个序列就消失 大家要知道 我特意教过大家 序列是怎么排怎么算的 来我们看这一张图 是周五这一天 早上开盘之前 我给大家留存下来的一个记录 你看这个位置 是不是这个位置 有一个八的字样 就是这个序列高八 你看周五早盘 实际收还没开盘的时候 他这根阴线并不大 没有反包到前面这一根大阳线 可是真正的收盘呢 周五收盘3230点 走出了一个反包大阴线 而且是光角 是不是比这个跌了不老少 对呀 周五大盘会就下跌一个多点吗 所以只要是说在3260点67下方收盘 序列高点失效 那么下周开盘原本如果不是 如果不失效啊 就是序列高有 那么拐头向下的概率非常大 而且速度还会很快呢 就像这一阶段大家看 出现序列低久向上非常快 出现序列低久 这不是然后就出现一个大的反弹吗 而且本轮上涨 仍然是第一序列之后的上涨 那么这个位置打破了高九序列 那么序列从牌 这就是失效 失效我们在这个方面 叫做大的警报解除 大家看到没 下跌并不一定都是坏事 好事是什么 警报解除 大周线警报解除 那么这个位置序列重排了 所以中长线 这个上升趋势不改 这里面就具备投资价值 来我们从日线级别看一下 再看到这个图 日线级别现在仍然是什么 大家瞧 日线级别这不仍然在一个 这个区间之内吗 这是什么 这是大的周期里面 有几个小的区间 那么这个区间可到了支撑位了 3226点是个传统的支撑位 就是在此前上涨的时候 大家看 就是这一轮上涨 高点 预阻 回落 冲破高点 这个叫啥 叫压力变支撑 所以支撑点就在这儿 逻辑我已经说得很清楚 那么现在重点看 这个位置日线级别 现在面临着一个 这个是顶背离结构 大家看写着那顶背离 现在顶背离结构 尤其是上周分时线 还有日K线 现在都出现拐头向下 并且日K线 五连银 一举跌破了 五日线 十日线 包括 打出来 看 五日线 十日线 包括机构的生命线 二十日线 都跌破了 那这里面 只存在着一个啥线呢 只存在着 就这个 看到没 就这一天 有一个趋势线 这根黄颜色 周三的时候 只在黄颜色这个位置 做了一个挣扎 这个挣扎一下下 只是代表 大概率的是一个又多行为 你看周三挣扎一下 周四周五连跌 那么现在 从春节过后啊 就是从这儿 春节过后 初九 开盘 跳空高开 冲高回落 大盘这一个阶段 你看似好像横盘整理 其实 高点在不断的抬高啊 那直到 最后这几天 高点不断在刷新 在三月七号这一天 出现了本轮上涨的最高点 3342点 就是这儿 这根大阳线 而且这根大阴线 上面带一个上影线 3242点是什么 是上方的压力位 为什么是压力位 来跟大家解释清楚 看看这个位置 就是去年七月份 去年七月份这里 看到没 有一个跳空低开 那么这个位置 是3341到 3354点 中间留了一个 12个点的 跳空缺口 跳空缺口不回补 变成压力位 这个是叫缺口理论 技术分析缺口理论 大家一定要重视 我曾经单独给大家 讲过这个技术分享 可以回看 往期的内容 能查到 那么这个位置 构成了压力 3341点 到3354点 这个区间 大盘也刚好打到这儿 刚打到最高点 这不是他吗 3342点 欲阻回落 而且出现了 这个位置 高位的叫 顶背离结构 看 写着呢 顶背离结构 那么现在顶背离结构 出现之后 已经拐头向下了 一个顶背离结构 对应的调整周期 是多少 是24个左右的周期 那么现在 刚刚过去4个周期 就是再缩小一点 也得有10多个周期 需要调整 综上所述 我的观点 中长线 有投资价值 因为还在上升趋势 周线级别 短线顶背离 调整 重点看好 我们手中的品种 不破五日线 持股带胆 别被人家甩下车 抬轿子 我们获利 非常高兴 破了五日线 就得出来 把出来的东西 要重新找那些个 低位有拐点的标的 这样能做到 既不参与下跌的调整 又能跟上 新题材 新热点 不被市场边缘化 要不然 看着别人赚钱 比自己亏钱 真的难受 好 朋友们 我是古邦 以上就是 本周策略会的分享 那么明天早间 我还有早播报 我会把今天 还有最近 还有这个双休日 发出的一些个利好 包括很多消息 解读 整理好 明天早餐 一起分享给大家 朋友们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到时候 你早播报 收到了 你就会每天 能节省四五个小时的时间 好 明天早播报 见